台面上一捆捆红色蜡烛 大堆50元 小堆20元 让乡客自由购买 台北龙山寺这个画面 马上就要走入历史 庙方贴出一张告示写道 考虑到才刚发生的 巴黎圣母院大火 再加上环保意识抬头 预计5月开始不再使用烛台 民众看法大不同 当然是可惜啊 惋惜啊 那我只是光明灯嘛 真的很赞成这个龙山寺这个做法 只要一支箱比以前好多的环境 龙山寺响应环保 2000年停烧精致 2015年把精炉从原来的7座 减少到3座 2017年只保留一座观音佛祖炉 净途参拜只需拿一炷香 而这回不但不卖蜡烛了 也禁止民众自己戴 会不会有替代方案 庙房还在严厉中 当地里长认为电子蜡烛也不错 说真的也是 他们替代这个座椅上 又不好清洁这样 所以他们又是像我们灯笼那个电子 所以这讲话也是不错 配合时代嘛 配合环保 不论改成什么方式 5月开始到龙山寺 就只能拿香拜拜 点蜡烛将成为回忆